第二点,我刚才在营销跟费方式的时候亲口向市议会主席Sharon许贯 他也亲口正式市议会对这个事件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所以这证明我纳一报销部部长陈连华之前做出的这一个宣布 是严重误导太平市民 所以对于这种诚信破产的政治人物 大家认为是否值得相信 我交给太平人民自己去衡量 因为主席已经亲口正式 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 也还没有决定遏制这个整个计划 可是已经有人业主带袍自己去向民众宣布 可是这是不确实的消息 所以我对这种的做法深表遗憾